2020看见回来工艺绘画比赛活动 8号的下午举办了颁奖典礼 151位的国高中生学生参赛 最后有43位得奖 以花莲美景为主题 而得奖作品也变身文创商品来意卖 所得将会捐助花莲县偏乡职能培训 第二专长的教育基金 以期盼有更多的花莲学子 拿起画笔彩绘人生 展现对绘画的兴趣 由花莲县府和热爱生命文教基金会 合办的2020看见回来工艺绘画比赛 8日下午在花莲县府大礼堂举行颁奖典礼 这次以花莲之美为主题 适应150多位国高中小学生参赛 43位得奖作品将花莲的人物捷庆景点 透过画笔展现创意 我想用画画的部分 尤其这次我看到我们孩子的画作 我好感动 尤其虽然这次没有得奖的一幅画 有一个孩子画那个三五咖啡 你们知道吗 我看到那张画好感动好喜欢哦 隔天我们就开车到三五咖啡去 那这不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活动 希望能够让大家看见的就是 看到我们花莲的美 看到我们花莲的美食 会吸引更多世界的人会来到这个地方 来看我们花莲的可爱的地方 我们的孩子们的前三名 这个我们的基金会会把他做成文创商品贩售 然后他的贩售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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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回馈到花莲县来做远距的英文教学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棒 这让孩子在他在他在施展他的优点长才的时候 哎他得名了 然后他还可以帮助我们花莲的孩子 国中组第一名幼稚园就喜欢画画的成为例 花费两个月的时间将鹅卵石画得栩栩如生 花莲的鹅卵石就是非常多颗 那在海跟鹅卵石的相对比下 那个鹅卵石会给我凸显的感觉 会让我特别的震撼 就相比较金黄色的沙灘来讲 我觉得鹅卵石带给我的感觉 更接近七星坛也更代表花莲 对 要不要画这么多颗石头 那个时候因为刚刚听说画两个月 对 就是有没有曾经觉得说 我为什么不选个简单的去画图花也好 其实没有 就是因为一开始其实要决定画这一服的时候 我决定蛮久 就一开始是其实是有点担心我不会完成 但是就越画越中间我就觉得 就差一点点就我就继续继续继续 我觉得他欣赏画家是范骨 范骨 范骨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他 算说就是他在绘画过程的路程中有一些挫折 不过他是很努力 很展现他自己的个性 就 我非常佩服他的这一点 对 你几年级 九 九年级 九年级 所以以后会想要走美术这条路吗 有有考虑高中会去考美术班 包含童篮、丰山、复兴等国小 小朋友画出心中的花莲 而这次得奖作品也是成文创商品 以一麦认捐方式 帮助花莲县偏箱职能培训第二专长教育基金所使用 除了让比赛更有意义 也期盼让更多花莲学子从绘画中找到兴趣和自信 记者讲帮演花莲市报导